由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舉辦的香港戰後結束工作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Wendy和韻兒小姐 可以跟我們說個工作 近期大家都應該聽過北角的黃都戲院 也聽過專家小組評論這個結束物 大家都有些很驚訝 也有些很多疑惑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Wendy跟我們講解一下 但究竟這個結束物有沒有什麼文化達成 或有什麼保育的重點呢 我們事不宜遲有請一下Wendy去講一講 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Wendy的背景 Wendy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建築是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的文物主任 亦是香港建築文物保護師學會的會員 她主要是會研究一些古物古蹟的文化堅積 或者一些保育的堅積 我們有請Wendy 謝謝大家 首先我很歡迎大家來到 我也很驚訝有這麼多人 因為其實我訂這個題目 我也覺得挺悶的 其實想藉著今天這個講座 當大家交流一下意見認識一下 我也想知道大家怎麼看香港的戰後建築 在未問大家之前 我說我自己對香港戰後建築的第一個印象 在我未做任何資料 我覺得其實是好像很普通的建築物 有些人甚至可能覺得很醜樣 因為似乎好像沒甚麼裝飾 甚至有些人可能覺得很悶的東西 有甚麼特別 我們去看這個戰後建築 其實是可以從甚麼角度去看 為甚麼仍然有人會覺得這些戰後建築是值得去保留的呢 所以以後下來 我都想給大家一個投票的機會 這個投票是一般民主的 因為我會在每張slide 展示一張戰前的建築 和一張戰後建築 為了節省時間 我就只會請中二戰前建築的朋友舉手 所以不舉手那些 我就當你們是中二戰後建築的了 大家明白了吧 那大家就不需要這麼心急舉手著的 當我說請大家舉手的時候才會舉手 那現在開始了 首先就是教堂來的 左邊是1912年的教堂 右邊是1953年的 感覺上都不是差很遠的 哈哈哈哈 好了 喜歡戰前的請舉手 嘩 都很多 OK 大約有個概念了 大家不需要擔心我會覺得苦感覺 我戰前戰後都喜歡的 其實 總之我想知道大家心裡的印象 好了 1936年和1960年是裁判處來的 請舉手 請舉手 咦 哦 維和也很多人 哈哈 死火了 已經這麼多人 之後更加少人舉 不 更加多人舉 應該是 好了 1930年的學校 還有1952年 哦 這麼快的 我都未問 我想你們上次 欣賞久一點才舉 好不好 嘗一下吧 看久一點吧 看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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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 真是 這麼不漂亮 啊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這個是真正的 好了 請舉手 這個我的確是重手 那些 因爲真是很大的 好 這個又如何呢 街市 真是戰前和戰後的分別 是你們的哦 大家不要以為我擺錯相片 是啊 差不多了 好 請舉手 嘩 瞎一下 立刻少了很多人 哈哈 好了 最後啦 請舉手 有點confused 我看到有人 是否以為我倒轉了兩張相片 我沒有擺錯的 左手邊的間是 其實兩間都是山頂大閘來的 左手邊的間是24年 右手邊的間是51年 我看過你的手 變成了 OK 都有幾位 好了 大家 看完這篇章子之後 即是 對於 香港戰後建築 似乎有 少少初步的概念 即是 其實是否所有 香港戰後的建築 都是 這麼一般 這麼不漂亮呢 又或者是 這麼沒有特色的呢 又是否 香港戰前的建築 就一定是 很decorative 有一些特別的style呢 其實原來不是的 那所以 如果我們去看 香港戰前 和戰後的建築 我們是否就這樣說 香港戰後的建築 就是 不值得保留 是否就是這麼 片面去看呢 這是我第一個 給大家的一個疑問來的 那所以呢 以後下來 我想做一個 少少的definition 為到今天的題目 香港戰後 建築 其實講香港戰後 是講的一個時期 一個period 即是 如果大家想想 好像英國那些皇室呢 Queen Victorian的時候 有一個叫Victorian period King Edward的時候 就有一個 Aguardian period 這是時期 時期裏面 其實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style 出現的 有很多不同的建築風格 出現的 那所以呢 因為其實我定了一個 很闊的題目 就是呢 香港戰後 這段這麼長的時期 那所以呢 在建築那方面呢 我再說多一點點 戰後 在香港來說 真是二次大戰 那至於建築方面呢 我就將它定性為 現代主義的建築了 那就真是呢 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第一個印象 未必真是那麼特別 簡單 一張普通的 一種的建築的特色啦 首先我們說戰後啦 那這些照片 其實呢 左手邊呢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照片來的 為什麼會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呢 因為似乎不太影響到香港 在香港的狀態呢 其實是 二次大戰呢 是對於整個城市 那個影響比較大 因為造了很多的破壞 但是因為我們去看一個建築風格的誕生呢 其實很需要看回那個建築風格 去當時社會上 或者世界發生著什麼事 那所以我們儘管呢 就將這個戰前呢 這個打仗呢 我退前一點點 跟著國際去看 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時西方國家 他們發生著什麼事呢 似乎有點亂了 不要緊 不要緊 我照說吧 那 那 不要了 都是我想 不要緊 我盡量說回 這個當時發生著什麼事 好啦 這個是 戰前的情況來的 這一群的外國人 其實是 戰前香港的建築師來的 大家都可以很了解得到 戰前香港是一個 英國的殖民地 那當時呢 其實很多 在香港建築的 都是一些外國人的職師 那因為呢 其實當時那個情況就是 有正規的建築那個教育呢 其實是在西方才出現 中國呢 都是比較後期 可能30年代左右 才開始有一間建築的學校 或者建築的學院出現 那所以呢 主要是一些 我們叫做 建築的建築師呢 就在外國來的 那 那 也都當然是 如果看回以前 就是 中國都會有樓起的 為什麼不叫建築師呢 其實以前是叫做工匠的 如果在中國的圈子 那個情況裏面 那些工匠 他們是以一個 就是去司徒形式 這樣去 傳授那些 建築上面的知識 那但是如果去到 即不是在中式那些建築的時候 他們不會認識的嘛 而看回這個時代的轉變 物料上面 除了是可以用磚啊 木啊 去做一個建築的結構之外 其實稍後都會講的 物料上面呢 還有一些很多新的元素 加上一些新的物料 而這些訓練 真的要經過一些 正規的訓練 我們叫做一些正規的教育 這樣去 設計師去設計出來的那間樓 才會堅固的 要不然就很危險 那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戰前呢 是一幫西洋的建築師去主導 在建築的行業裏面 那但是因為打仗呢 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一部分的西洋的建築師 可能做了志願軍 那有一些就可能走了 因為覺得危險了 那所以呢 剩下來呢 戰後呢 就不是太多西洋的建築師 留下了 那在這個時候 那為什麼會開始有些華人的建築師出現呢 因為當時那個整個環境都在中國 或者香港 甚至乎自己都沒有一個正統的建築的一個教育 那原來當時呢 大約可能是1910或者20開始呢 就有一幫的華人 不單止是讀建築的 就是有很多去讀醫啊 讀藝術啊 那有一幫華人呢 他們在外國讀不書之後呢 他們回到中國 或者 有些是來了香港 那所以當中 也都有讀過建築的人 那所以這幫人呢 回到來 這個華人的社會裡面呢 他們就做到一個建築師的 這個 role 這個角色 那所以呢 正直在戰後呢 又少了一些西洋的建築師 那華人的建築師 開始崛起了 開始多這一群人 那 那我想如果我說什麼 綠謙秀啊 司徒的 大家未必聽過的 那些名字 那其實這些名字呢 是當時都算是一些很出名的建築師 那我想梁思成啊 林輝恩 大家聽過吧 那其實這一群呢 正正是第一群 當時去外國讀書 再回來的建築師來的 那直到真的呢 1950年 香港大學 才有一個建築學 去成立的 那所以可想而知 一開始呢 真是很靠外國讀書 回來那一群的華人建築師 或者是外國的建築師 去在香港那裡建樓啦 那其實呢 這裡說少少故事啦 這個 list呢 就叫做 list of authorized architects 什麼叫做 authorized architects 呢 其實就是 一些是認可的職師 我們叫做 那就是呢 當你要去 make sure 那間樓真的 合乎政府所定立的建築物條例啦 還有可能它是結構上面去穩固啦等等 那就需要一個人去簽那張圖 所以我們簡單來說去簽那個人 那就證明那間樓是可以建的了 是沒有問題的了 那所以呢 我這樣說呢 一開始 因為 你見到其實只有兩板子 不是很多人的 就是這裡 那但是 其實香港有很多樓都需要去建的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只是有建築師都未夠 那這個 list 裡面呢 其實還有夾襲著 可能有些是工程師本身的背景 又或者是策糧師的那個背景 那當時那個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這樣 那現在呢 其實已經是華人的 認可的建築師來的 那大家都會看到 一個篇幅都比較多的 這一張是一個1953年的 一個 list of authorized architects 那我也粗略數過呢 這兩板子 其實有大約95個人名 那其實 那為什麼我說少呢 如果對比回 我93年了 如果對比回現在 2016年 香港有多少個銀行人士呢 看這個 list 原來有 這個只不過是 銀行人士 固活建築師的 list 都有1200個 差不多 如果是工程師呢 有139個 如果是 surveyor呢 有28個 所以你看到數字 相差很遠 其實 那 所以 你想想當時的香港 去正直戰後 它很需要急速一個發展 因為 要再 去 去 去復原回 整個社會 去受到戰火的勢力之後 其實有很多建築物 是需要去建 再加上當時 49年之後 大陸的政治 不是那麼穩定 有很多人在大陸 湧下來 所以 在香港突然間 很多人 需要建很多樓 那 只靠那93個人 怎麼辦呢 所以 其實 我們想想當時的社會環境 原來 是有些 未做到認可人士 但是 他們都是幫忙去劃職的人士 或者是有份參與設計 甚至 他們會幫忙做一些設計的部分 然後 就被那幫認可人士 去簽個幅圖 所以 當時那個 建築學業的 練習是這樣的 好了 現在就說說 現代主義 不好意思 這一部分 前半部比較悶 但是我不說不行 因為 要不然 大家就不會明白我 知道我所說的 那大家 忍耐一下 這個現代主義的建築 一個風格 其實 是在 十九世紀末 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其實它已經開始出現的了 但是 很多人都會將它 和第一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 拉上關係 那我們看看 當時那個 風格上面 是發生什麼事 十九世紀末 其實 歐洲那方面 還是一些很 Decorative的 風格 你看到 哇 雕花 雕花 那些線 曲 很 很 很花 的感覺 所以 通常 去到某個極端 有些事情 有些 哲學家 就會出來覺得 我們建築物 應該是 武實的 應該是 功能主導的 不應該這麼多 翻考的東西 這些 即是 未必是真的 需要的東西 其實 於是 有一幫人出來 開始是 想 設計這些 建築物 是完全沒有這些 裝飾的 是以功能為主導的 另一方面 正式 那時候 工業革命之後 工廠可以做到 很多大量生產的物料 也都在物料上面 有鋼鐵的 一些 製造 可以很大量去製造 譬如 我們想回 巴黎鐵塔 是用鋼鐵去 建成 另外 運營土 其實運營土 自己本身 是很久很久以前 古希臘 古羅馬時代 已經出現了 但是 為何要去到 19世紀末開始 我們似乎 才會見到 有鋼水泥的 建築物出現呢 就是因為 單單靠水泥 自己本身 是不夠力的 建築 需要有些鐵枝 在裏面 還有一些 reinforcement 所以其實是 在19世紀末的時候 有一種叫做 鋼筋水泥的出現 以至到 可以讓建築物 建築物 建得比較高 比較大 其實右手邊 1904 那一棟 是世界上第一棟出現的 鋼筋運營土 建的高樓大廈 大家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在這個地方出現 在加拿大 這棟建築物 而世界上第一棟的鋼筋水泥 建築物 就在1853年出現 所以你看到 其實這些物料 都很影響 建築物的外形 它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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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剛才也說過少少 那個 form 那個function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理念 就叫做 form follows function 就是說 建築物的外形 就是根據它的功能 去決定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巴喉心 有啦 我想問一下大家 覺得什麼是 巴喉心 或者你會立即聯想到 香港的哪一棟建築物呢 街市 但其實呢 巴喉心 本身其實是 在德國的一間學校 如果譯回英文 是construction house 這樣的意思 當時其實它不單止 是訓練一些建築師 它也訓練一些 藝術方面的人士 所以這個其實是 一個學校的背景 它有一個理念 都是form follows functions 那樣東西 都是一些功能主義 不要任何的裝飾物 也不需要像那些classic cold style 那些那麼工整 一定要左右對稱 其實你一定 看到某些左右對稱的話 可能它裡面有一些空間 你很難用 都不一定 因為你一定要規定它的規定 但是它們覺得 不需要你那些東西 現在 那就是功能跟隨 不是 外形跟隨功能 但是其實呢 大家覺得香港那些街市 如果叫做bar house 是一種錯誤的說法 因為如果真的 稱得上一個bar house的architecture 我們認為是真的在這間學校 德國這間叫bar house的學校 分辨出來的建築師 去所設計的建築物 才可以叫做bar house architecture 那怎麼辦呢 這三間market 叫什麼好呢 其實剛才都說了 就是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是一個比較broad的叫法 而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人 他們有不同的理念 那bar house是其中一個 而這四張呢 就真正在bar house那裡 train出來的職師 他們所設計的建築物 那所以這些才可以叫bar house architecture 那bar house是其中一個 很影響性 在現代主義裡面 即是很影響之後的職師 他們去設計的一個 一間學校 那另外呢 還有一位法國的建築師 我都很想為大家介紹 他的設計是很影響後世的建築師 但是他的名字太難讀了 我們要選擇 先叫做bobula 那這個四眼的建築師 其實他的設計 你會看到是 譬如早期少許 1931年 你會看到他用一些很幼細的柱 很方正 很cubic 即是 很方方正正的感覺 但去到後期少許 這個是1954年去設計的一間 church 來的 你會看到完全不是那種 很方方正正的感覺 已經 簡直是很free flow的 那個感覺 他還會玩一些光線 大大小小不同的窗 甚至乎 天花板會這樣curve 那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究竟現代主義 玩那個建築師 各方可以玩到去什麼地步 除了他真的可能 因為他功能上的需要 他可能是用一些很簡單 正正方方的空間 因為實用 那就是 譬如大家看樓 都是想要方廳 不想要轉實廳 你設計的空間 盡量是方方正正的 但是 建築師其實也是 喜歡美感的人 甚至乎喜歡 一些personal experience 就是進去那個建築空間 很想有一些特別新奇的感覺 所以他們在一個 即是不會去設計得 那麼多花巧的情況之下 他們用什麼方式 令到人有一些 特別的感官的感受呢 就只可以是靠那個 spatial experience 即是一個空間感 還有可能玩這些光線 那所以其實 你調回頭來 覺得現代主義建築師其實 都挺難的 去做一個好的設計 那大家會有一個 多一點的抗議 那如果我這樣說完 那個時代背景 或者在這個style裡面 那個會合的意義之後呢 我們再看回 開頭這些style 我們嘗試去了解一下 它為什麼會是這樣的設計 作為一間church 我想他們都很希望 告訴別人 他們是一間教會的 那所以他們 就算 即是未必真的 跟隨那些光德式的設計 他們都會有一點點的感覺 給別人 知道他們是一間教堂 還有作為一間教堂 他們都真的必須要 可能有些部分 例如是church tower 上面有個鐘 它這些尖的窗 其實是跟回以前的尖拱 那種角色的尖拱 不過它就簡化了 變成這樣 好像方方正正了 那樣的感覺 又或者看回 一個裁判師柱 它其實想做到一個 即是一個印象 好像很authoritative 很公正規矩矩矩矩的 所以雖然它是一個現代主義的建築 你會看到 它都還會有少少那種左右對稱 好像西式那些classical building 它都是很regular的那種感覺 它都有的 但你會看到它有些變化 它中間那個疏的程度 是疏過旁邊的 旁邊有些密一點 那其實那些密的做法 亦都可能是因為它不想太多陽光射進去 會很曬很熱 那它開始在那個 即是飾現那個環境氣候上面 它這個建築物 它怎樣去做呢 它就會想這些方法去做 剛才行門那間行校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 左手邊這間 它通常殖民地時期的建築物 西式的建築物 它們為了不想太多的陽光射進去室內 它們會做這些叫回廊的做法 那如果去了後期 現代初的時候 因為物料上面 它們可以做到 好像一些 一面牆這樣 隔著隔著的做法 還有上面有一些的 弦蓬 一個框一個框 這樣隔著那些窗的 opening 它可以其實做到一個很大的 opening 但是它也做到一些阻擋 即是遮住太陽進去的那種做法 那你試想一下 其實建築師他們 真的不能做Decoration 它們可以做一些所謂的articulation 其實是在這些必須的element上面 去做一些花繩 或者這樣說 譬如你看到它的窗 有時它一個個框一個個框 就是做一些凸出來的效果 或者這些一格格 在蠟面上面去嘗試去做一些不同的手法 而去增加那個視覺的效果 那又例如好像下面這個遊樂的做法 那譬如左手邊 你會見到它都 戰前的做法是會有些白葉窗的 戰後這個呢 你會見到好像一棟棟這些呢 你看上去那個感覺都會暗些的 其實它其實就是 都是有一個白葉的效果 但是它已經是成為了建築物的一部分 那會看到 戰前和戰後的做法的分別 那所以其實你看到 建築師真的很花心思 在那些建築的元素上面 他去做一些功夫 好 好了 這張照片呢 我亦都不是入錯的 那就是想 給大家去 看一下這每張照片 有些什麼共通點 是 我多說一些 這些照片全部都是我 在一本叫做 國際電影雜誌 是當年一間叫做電貿的電影公司出的 那就是 這些照片全部都大約50年代左右 那就是那些明星的照片 有沒有開始留意到有什麼共通點 是 不知為什麼呢 50年代或一戰後 香港有很多這些石牆 通常都不是說很規矩的 有些不同 大大小小的 combination 放在建築物那裡 那這個也是有些 和香港的地理環境也有關 香港其實那個石礦 花崗石的天然礦量 是很豐富的 那其實如果說到香港的 採礦的業 很早期已經開始了 我們這裏有位專家 其實 周博士可以等一下問一下他 關於這個香港的開採石礦的 這個工業是怎樣的 那早期呢 但是因為沒有一些機器去幫助 真的用人手去搭石的 那時候 所以你可以幻想到 就是要開採這些石材 其實是很慢 亦都很困難 但是到了戰後之後 那個技術越來越去進步 亦都開始有機器的出現 所以去開採石礦 是越來越簡單 那相對地那個建築物的材料 亦都是沒有以前入貴了 亦都是可以大量生產 所以在這個社會背景環境之下 令到在建築物上選取用材料 在香港特別這個環境裏面 都很多用到石這件事 那麽我們看到教堂 這個是中文大學裏面的一間宿舍 中文大學的chapel 甚至剛才我們看的那間學校 都會用到這些石材 那麽其實你真的看到 要令到一間建築物實用得來 可能有些看頭 我不敢說美 大家見仁見智 美不美 但是你都會覺得看上去舒服的 就只是唯有用到那個物料上面 一些的變化去做 一些配合 令到大家看上去舒服 覺得美 那說到美不美這個問題呢 其實剛才也說到建築師 真的都喜歡美的 其實 不是喜歡起悶的東西 那所以在現代主義竅竹物裏 你說是否真的那麼悶呢 又不是真的 其實都可以找到少少 即我不敢說多 少少都會有少少東西給大家看 那比如這裏這六張 都是一些透光的 就是一些我們叫Screen Wall 或者是一些通風的一些牆 那你會看到建築師 都會花心思去設計 這些Screen Wall 那例如中間這個部分 其實是來自一間Trapel 那他都會看到 他用一些十字架這些元素 或者一些 即是比較Random一點的Pattern 或者圓形 這個我自己很喜歡的 一個圓圓圓的洞 那都是透光的 如果你在裏面塞下去看 其實那個光線射入屋 是很漂亮的效果 那我們或者可以看一下 剛才提及過 有些當年出名的華人建築師 他們怎樣去設計現代主義的建築 例如這間就是香港便利館 大家白無禁忌 看到他都是 其實他當時來說 是屬於一個香港幾大型的一間殯儀館 來的 所以他都不少東西 你會看到 他不是真的 很就方方正正一個盒 他都會用到少少這些 這樣的Curve 這些形狀去 令到那個 我們叫Roof Line 那個屋頂那條線 都是 即是產生一些 特別的豐富的效果 除此之外 他們都是有少少 regular的感覺 好像做了一些Pattern出來 在一個建築物的蠟面 其實這一格格應該就是一些冷氣的位置 你看到他都將它開畫得很美 很整齊 另外他用到顏色 即是有少少一些 contrast 粉藍色的部分 highlight了出來 對比白色的長 還有長身 他也有剛才類似的Screen的做法 其實這樣說完之後 其實你也覺得蠻豐富的 這個蠟面的設計 這是另一個 也是當年很出名的建築師 叫陸謙秀 但是我們做Research的時候 很喜歡看一本 叫做Hong Kong Builder的建築雜誌 是當年的建築雜誌 專門介紹當年 建的什麼新project 或者去訪問一下當時的建築師 我在Hong Kong Builder的一本雜誌 找到當年的舊中國銀行的一篇文章 但你會看到 他說的職師 是一間叫做Parla and Turner Hong Kong的職樓 這間其實是香港最早期 到現在都還在的一間 西洋建築師的建築師樓 很大一間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是這個華人建築師樓謙秀去設計呢 原來這個樓謙秀 當年他去完外國訓練之後 他回到上海 在上海那裡做事的 在上海那時候正式在外灘 中國銀行要建一個building 左手邊這一層 其實最初是樓謙秀去設計 其實在中國銀行裡面 陸謙秀有一個post 他是屬於建築課裡面的課長來的 特地開個位給他 他做一個設計 但是很可惜當年 有一個中國銀行的行長 不喜歡華人的建築師 他覺得信西方的建築師 所以他就聘請了剛才那間Palmer & Turner 來幫忙一起做的設計 所以呢 即外監號當時就認為 那個bank of China building 這個中國銀行的building 是那個西洋建築師去設計 但是其實 就應該是陸謙秀 這個華人建築師去設計 那來到香港呢 他亦都幫香港的bank of China building去設計 但是亦都是跟那間Palmer & Turner 合作一起做的一個project 那剛才都說到一些裝飾 那其實作為一間銀行 他都希望有一個氣勢 或者他都不想好像 就是這麼普通的那個building 那所以你都會看到 他都會有一些 比較decorative的detail 在外場上 那可能你蒙一點也看不到 其實呢 紅色這些一塊塊的panel 都是一些 有些花的pattern都很漂亮的 那還有裡面的室內 都比較grand的 你會感覺到 另外這個就 另一位的建築師 先叫司徒位 司徒位呢 其實他除了在教堂之外 他在中大也有很多的設計 那就是剛才 我第一張給大家去比較的那張slide 都會看到 那個現代主義的church 都還運用到一些 以前傳統church的元素 譬如一些尖拱 他那個church tower 那來到這個司徒位 這個職師的手中 你看他其實都 整個外形去看 他已經不太公正了 都幾form follows function 其實 但是你還看到 有一個tower 上面有十字架 他告訴別人 這是一間church 那你也看到 他在立面上面 那個組織 其實都很豐富的 雖然他全部 其實你想想 露台 四方的窗 這些是一些遮擋太陽的 建築的元素 全部都是一些實用的東西 但他放在這個建築的立面上面 就令到 這個不同的配合 又令到 視覺效果又豐富起來了 如果說到church 真的一定要介紹這間 在花園裡的 叫做聖約室堂 1960年 就一個叫做 吳彼得的建築師設計 那你就這樣看下去 剛剛那棵樹又遮住了 其實有個十字架 如果你不看十字架 你可能真的未必知道 這間是一間教堂 而我們看看 那個Far East Builder 那本Jano 他當年也是形容為 是一個church takes一個unutual的形狀 即現代主義建築 在香港的範疇裡 都開始發展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你看到 那些curve 胡形 那些線條 真的好像很隨 我不敢說隨的 因為其實建築師 他設計得一個這樣的形狀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但一個外行人 看上去就覺得是一個 好像很不歸漆的一個感覺 我們看看 右下角的照片 就是剛才說的 那個法國很著名的建築師 Akobu 他建立的那間church 其實也是有那種的手法 所以你會看到 當時西方的建築師 如何影響華人 香港的建築師去做一些設計 尤其是 剛才說到那些 用一些窗 大大小小不同的配合 都跟Kobu那個手法都很相似 所以 大家再想回 其實設計一個建築物 它怎樣去變成一個這樣的方 除了是它真的要去follow那個功能之外 真的跟它當時的背景很有關係 或者是一個時代 或者是當時那個社會上面有些什麼物料提供 又會令到它外表又有些什麼不同 所以如果我們很單一去就這樣看建築物的樣子 就去定它的價值的話 其實這樣是很便宜的 所以這個價值其實就是 它那個建築物在那個區裡面 附近的環境裡面 還有沒有其他舊的建築物呢 就是一個組合一個整體去看 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 就是當時這個建築物在這個地區 或者社會上面它有夠不夠一個代表性呢 那個保持原貌程度就是 如果英文來講就是authenticity 就是它那個真確性 它是不是很少的改動呢 還是它已經有很多的改動呢 最後就是一個罕有的程度 rarity 其實就是去看一個建築物的價值呢 就是有這麼多的範疇 的考慮之下 我們才可以得出一個建築物的價值 所以大家真的去想一下 我自己也是一個讀建築出生的 我第一時間去想一個建築物 就是從那個它的美學 去建築的方面去考慮 但是原來當我做內宗搜尋 我發覺原來真的不可以 只是一方面去看的 所以呢 原來我已經說了九個字了 因為我現在才是進入棄育的 就是剛才那些其實是開場白來的 現在我就想用黃高戲院這個case 就去嘗試跟大家 用剛才所說的幾個範疇去探討 這個戰後香港建築物的價值 怎樣去看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當時 它在北角的環境是怎樣 北角其實在戰後 有一個的稱號叫小上海 但是當時有很多上海人 上海人都是一些比較有錢的群體 那很可愛的香港當時是有很多 不是香港是北角 北角當時有很多的遊樂設施 譬如有遊艇會 遊艇會是比較舊一些的 是戰前的建築物來的 也有明媛遊樂場 還有粵圓遊樂場 粵圓遊樂場 粵圓遊樂場就是有摩天倫過停的遊樂場來的 那戲院呢 真是很奇怪的 北角自己都有三間戲院 你想一下 北角本來是很大的 有當時的船工戲院 都城戲院 很近的 跟船工戲院 還有國賓戲院 我已經是不計 再之後建的國都戲院 還有新光戲院 所以如果計算那兩間 其實北角有五間戲院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當時的社會 為什麼會這麼需要這些娛樂的設施呢 因為當時沒有上網 沒有得看電視在家裡 唯有是出街去找娛樂 還有呢 夜總會 麗池夜總會 和天宮夜總會 麗池夜總會 更加是一個很重要的夜總會 因為會在那裡選香港小姐 我不知大家有沒有 大家知不知道誰是國難 知藥海 有聽過《野玫瑰之縣》 那套戲其實是港國難 是一個無小姐 就是在麗池夜總會唱歌的 即是會知道 北角當時是一個 怎樣的社會的環境 在整個香港來說 北角的重要性又在哪 但很可惜 現在在北角剩下 就只有遊艇會和戲院 這兩個建築物 當時呢 船工戲院去1952年起 其實呢 都是一個挺厲害的戲院 這一張呢 是我們在報紙上看到 整版的廣告來的 其實是 你看到他們呢 他們很有趣 他們真的很懂得包裝 他們那套戲呢 這套是一套西片來的 他改名字呢 都用船工的名字 他當時自己買廣告 真的很厲害的 當時的人 還有他去開幕呢 都請到當時一個 如果沒有記錯 在匯豐人行 一個大班 叫做摩士著士 去為他們展賽 其實是一些 社會上的名流 你會看到 船工戲院其實都是 很厲害的 其實船工戲院 是由一個叫做歐多利的人 去做一個營運者 歐多利本身呢 在香港的文化界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來的 那麼他 其實呢 他一直呢 跟政府呢 都是很緊密接觸 他很希望 香港會有一個 文語的場所呢 好像之後的大會堂那樣 他去做一些 大型音樂會啊 表演歌舞啊 這樣的地方 但當時他遊說了香港很久 參加政府很久呢 都未能夠 provide到一個這樣的場所 於是他呢 在船工戲院那裡呢 他就去做一個這樣的場所 那當時其實呢 雖然叫做一個戲院 但你看他英文 他叫theater 其實他也都有劇院的功能 他也都會是 有一些大型的 歌舞表演啊 唱歌表演啊 演奏音樂啊 他還要呢 歐德麗是一個 真是很厲害的人 他可以當時是請到很多 在外國出名的 團體來讀香港 那其實是 對於香港的文化界呢 是一個很大的 impact 那當然 不單止是西方的 中國的一些 民間藝術團體 也都有邀請來到船工戲院 那到了比較後期 70年代的時候呢 更加呢 是有鄧麗君 在裡面是演出過 那雖然呢 鄧麗君當年是很年輕 他應該是17歲的 但是其實他當時 已經在國際上 是很出名的了 那所以 一個就是 那麼國際上 那麼知名的人士 也都在當年的 戲院那裡表演過 你都會幻想得到 即是船工戲院 或者之後 叫黃東戲院 他在香港來講 他的地位在哪裡呢 這一張呢 其實是我們在YouTube上面找到的 是一套語場片 叫做 《再戀扶心人》的一個開場 其實呢 你們看以前那些語場片 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開場 一定是香港的設定 來的嘛 但是通常呢 都可能是拍九龍那邊 多 因為片場都是在九龍那邊 但他竟然呢 今次去選擇 在廣島區的船工戲院去拍 都會看到他們覺得 這個戲院的出現 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 即是在社會上 都是一個 很吸引的事情 所以連拍戲的人 都會特意走過去 去拍和都戲院 或者當時的樹工戲院 那你都會看到 這是一個夜景 他用那些燈飾 去裝飾 那個建築 都是一個很華麗 很輝煌的一個景象 那如果說到戲院呢 我們都可以看看 當時1953年 1952、1953年的時候 香港有多少間戲院 那我大約 糟了 我都不記得了 有多少間呢 好像都有整九十幾間的 那 船工戲院在這裏 那你能看到其實 都是一板子多些 都不算很多 是的 越少了 但其實 因為這裏是1953年 都還是早期少少 如果我們說戰後呢 其實去五十年代 他噗噗聲 是起了很多戲院 尤其是在九龍那邊 起了很多的 那麼 綠色那兩間 就是 大家可能都會認識的 就是 由華底戲院 和長久戲院 那如果看回這個 list 這個是1953年的 list 是只有這三間戲院 現在還在香港 還保留得到 那其他已經拆掉了 那 你都可以 之後當時 發生什麼事呢 原本 五十年代 戰後 他 經濟開始慢慢地復甦 也都很需要 快速地去建立 香港社會的 operation 那 人也很需要 有娛樂 因為當時沒有其他 是娛樂 自己的家 但是 一個電影業 它發展得那麼 蓬勃之後 它慢慢因為 隨著時代的轉變 有電視出現 再之後 可能有 網絡 那些人都在家 下載電影來看 都不會是戲院看的了 所以 再想回整個電影 那個行業 那個發展史呢 再去看回王都戲院 它還可以留在這裡 都是很難得的 那這些其實就是五十年代 的時候 其他的戲院 船工戲院就是中間 那大家都可以去 看一看 當時那些戲院 其實那個樣子呢 其實那個樣子 長樂上其實都差不多 全部都幾乎在轉角位 那樣子 那又 就是有 一個弧形的一個立面的做法 那都是 因為都是現代主義 所以你看到 又有少少方方正正的那種感覺 那剩下 船工戲院 那其實呢 船工戲院 在香港戰後戲院來講 它已經是最早那間 因為它都不二年起 那再之後 剩下的 可能真的去到 平州戲院 和新光戲院 現在留得低的話 那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很多戲院 都是 就是好像在一個 一個轉角位那裡 那我們看一下船工戲院 它那個 地理那個 的 佈局是怎樣 那這條是 英皇道 藍色這一條 那你會看到其實呢 它正正選 只是英皇道一個 轉角 轉彎位 那個彎 這個位置 那 那 就是當時如果你是 搭電車 或者開車 或者你走 英皇道 其實你老遠 就會已經見到 這間的戲院 所以其實它是 選擇很聰明 就是選了一個 好像很多人都會看到的 一個位置 那也是一條很熄來 陽黃的街 很旺的 那也都在北角裡面 一個挺中心的地帶 另外呢 原來當時我們看回 舊報紙呢 是 在這條 英皇道 它雖然有很多車 但是呢 它不讓車停 在這邊 那 但是 全公戲院都預計 會有很多人去看電影 或者會有很多人開車 那怎麼辦呢 喔 一會兒說吧 怎麼辦 那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設計全公戲院的人物 那左邊又看到一個 鬼佬 叫做Grey 那其實他的背景 是一個測量師來的 那旁邊還有一個 我真的找不到照 不好意思 那就是一個 不知道什麼樣子的 建築師 叫做劉申科 其實 嗯 講一點點的背景 劉申科就是一個 大陸下來的 一個建築師 但是他似乎 我在剛才那個 List of Authorized Architects 就找不到他的名字 但是在一份同跡上面 都有 都有他的名字 不過他不是遷徒那個人 所以我們呢 在這個設計師的組合上面 我們也看得到 看得回 剛才我所解釋過 那個當時香港建築 那個界面裏面 那個practice 或者那個 那個背景是 就是有一些 未必是做到 authorized architect的建築師 去做設計 然後找一個 簽得圖的人 通常是鬼佬 可能總是 那就去簽 其實這張圖 已經是 旋公戲院 在59年之後 做另一次的改建 那個是一張圖 所以 他找了另一個 外籍的建築師 叫做savier 就跟他遷徒 所以其實 在兩個時期 比較之下 你會看到 劉新科真的是 那個主導的設計者 只不過 他沒有辦法去做了遷徒的人 他就去找一些 可以遷徒的人 跟他做partner 就去合作做這個project 另外呢 我們在做一些訪問裏面 都問到原來 除了劉新科之外 他還有一個親戚幫他手 叫做劉寶光 他是一個工程師 也是大陸 這個呢 如果我們不是靠訪問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有這個人物出現的 因為在圖織上面 是不會有工程師的名字 亦都不會有去簽名 所以 我們最近做research 我們都做很多反思 以前我們只是單單看那幅圖 我看看是誰簽 未知是誰建築師 未知是誰設計 但原來香港不是這樣的 他做的設計 未知是遷徒的人 甚至在上面 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 這就是那個設計團隊的組合 剛才說到在英雄那裡不能停車 那怎麼辦呢? 當時全宮戲院的設計 其實在下面有一個地底的停車場 而它那個唐座的部分就在上面 這個在當時戲院的設計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創新的設計 因為香港當時是沒有一個戲院 是有地下停車場設計的 即是他們會有停車場 但是不是在地下 不是在一個建築底 而是在旁邊 那這個也是因為當時那塊地 即是地形的局限 它不能做到有一個露天停車場給它 那它就去想辦法放在地底 那就可以導致到 你可以看看他們當時怎樣去銷售這個戲院 它都會說是一個地底停車場 是遠東僅有的 即是都是一個很厲害的做法 一個設計 另外呢 藝術浮雕 金箱玉砌很厲害 等一下說一下浮雕 我想大家都聽過關於它那個浮雕的故事 設計豪華 美麟美媛 身形裝置 星光載 那都是 講到全宮戲院的設計 即是一些很現代化 很新型的一些設計來 那其實呢 我們又看回那本 Far East Builder 那本建築的開文 怎樣去介紹 這個當時動畫時代的一個戲院 它特別提到兩點的 除了剛才說過地底停車場的設計之外 我想大家都 如果有看開黃都的新聞 都應該知道 就是它上面屋頂的那個結構 那我 即是初初 其實呢 我本身我自己都是不覺出生的 那我都是不覺長大很久 那可能以前小時候呢 就不會我高頭特別去留意這個戲院上面的東西 但是呢 到現在真是再去看回 原來它這個構架 真是很特別的設計來的 即是我們都問過很多不同的建築師 工程師 他們怎樣看這個構架 那麼 坊間都有很多說法的 有一個說法呢 就說跟那個科布 那個法國的建築師 他當年一些很出名的設計是有關的 那這個其實是科布 當年他設計在蘇聯一個 一個供電的 一個參賽的作品 就沒有起到的 但是呢 他這個設計都很受 很受 很深影響 對於之後的那些建築師 那有個說法就說呢 因為那個是一個蘇聯的 供電的設計呢 就有那種蘇聯的建構主義 那種Style的影響 但是你看到始終呢 它都是一個Arch 一柄 容許我這樣去形容它 但是你看回王冬喜 其實它是一個很3D的設計 就是它不僅僅只有一個拱 它有1 2 3 4 5 6 有6個拱 其實是一個很立體的感覺 所以呢 之後也都有一些建築師 就認為 其實是真的好似當時 一些起橋那種的 Structure 那種的結構 那其實我們想回頭 剛才我們介紹過 過去一個設計團隊的 有那個劉寶光 是一個工程師來的嘛 那我們都問回 做一些的口述歷史呢 發覺原來呢 劉寶光就是當時去設計 上面這個屋頂扣架的 那個主要的人物 那他做一個工程師的背景 他就很自然就想到 即是用一些工程師 他們會建的一些Structure 就擺在這個建築物上面 那所以我們也都比較偏向是 buy這個的說法 就是他真的用一些 起橋的結構 擺在這個建築物的頂上面 那為什麼他需要一個這樣的結構呢 去回前面那張圖了 那就是要 因為作為一個戲院 你沒理由裡面有柱的嘛 那它有一個這麼寬的跨道 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它要上面一定要有一定的支撐 它才可以支撐著這麼大的屋頂 那唯有呢 就在上面建一些 我們叫一些 屋頂的行架 Trust 的一些system 才可以在上面抽得住去 那其實 本身用一個 Trust system 在上面支撐著屋頂 不是一個 那麼特別的做法 因為其實你想想 剛才我都說了 香港很多間戲院 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用一些這樣的做法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剛才的照片 讓我看看 它可以回到 對了 看上去 你不見他們屋頂有東西的 你不見會有一盆骨 這樣外露的嘛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把這些 所謂的結構的東西 就收起來 找個屋頂在上面再遮住 但是在 全宮戲院這個Kate 它就很坦蕩蕩地 將這個結構展現了出來 反而就變成了 它一個很獨特之處 而這個 這麼特別 外露的屋頂扣架 在當時這個Builder 它也有提及到 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看看大家的眼力 大家看看 找不找到 船工戲院 你可以告訴我 是張相片的左邊 還是右邊 上邊還是下邊 右邊 對了 其實你想想 它那個盆骨 真的很厲害 你去到這麼遠 你都可以看得出 它在哪裏 所以其實你想想 雖然可能是一個 對於某些人來說 是一個結構而已 但你一認 離遠一認 就認到它 其實是做到一些 某程度上的一個吸引力在這裏 這張就比較容易 在中間 但很可惜 剛才那張 就是在海外 一看過去 都還能看到 但後來 小小已經被很多高樓包圍著 在海那邊已經看不到 這個特別的構架 在後期陳果 有一套電影叫做去年衣花 特別多 更加是選擇了 做一個電影的場景去拍攝 都可以表現出這個構架 是一個挺特別的建築元素 亦都因為在去年11月尾 就開始報章 又報導到一些收購的新聞 亦都引起了一些關注 這個Docomo International 是一個專門研究 戰後建築一些現代建築物的一個組織 他們對於這個收購事件 都感到對於這個建築物 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他們就出了一個叫做 Heritage in Danger 一個保錄的警示 而在裡面 他們都找了一個外國的Professor 為到船工戲院去寫一篇的Appraisal 即是去定他的價值 在建築方面去定價值 他們亦都提到屋頂上面的構架 他們認為在全世界這個環境去看 沒有一間戲院的建築 是有一個這樣外露形的構架 所以你會看到就連外國的一些團體 他們專門去研究戰後的建築 他們都看到 黃都戲院這個建築物 是有一個這麼特別的設計 在當中 我們都看回它除了上面屋頂的構架 之外 它自己本身一個現代主義的手法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弧形的設計 其實當時那個Lobby就在中間 你會看到它可以 即是在那條馬路 即是一直看就看到那個主要入口 主要入口上面就有那個浮雕 另外你會看到有很多這些這些寬 大大小屍的寬 其實它有些可能是窗 有些未必是 但是它想令到那個視覺效果 看起來很漂亮和豐富 它會做到這些混合 另外這些是一些很 功能上的用途 就是一些善逢 去遮光擋雨 剛才提到那些弧形的轉角 其實不止那個浮雕那邊 就算在旁邊 後邊稀和街那邊 也有一個curve的做法 都頗貫徹的去寫過那個設計 是 好了 說到浮雕 這個浮雕呢 我們都花了不少功夫去找 它究竟是過了些什麼 最初最容易找到 就是當時的報紙去介紹 全工戲院它建好之後 中間這個浮雕的重點 那個主題就叫做禪米董卓 就是由一個叫梅雨天的藝術家 去做一個設計的 幸好只有那邊報道 我才大約知道 因為如果你現在看回 其實不是很認得到的了 是誰打誰 我就算看那邊報道 還有呢 都還加少許鼓的成份 才膽粗粗地在這裡 跟大家去大約說 那些人物是誰打誰 因為呢 它真的很特別說 中間位置 有一個是希臘的女神 因為它握著一個球 它說希臘女神在演奏音樂 所以中間這個是希臘女神 然後呢 另外有一個西方的芭蕾舞者 你看到她的手 好像這樣 跳著芭蕾舞 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泰國的舞姬 其實呢 你大約看到 好像有個計法計 這樣高了起來 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泰國的舞者 然後呢 它就形容後面背景 還有兩個比較大的人物 就是 丟臉和董卓 但是呢 後面我真的看不到 一個比較大的高男人物 去那邊看 那沒有辦法 我勉強都看到 這個好像真的有臉的樣子 如果大家再看一看 以前那張舊照片 其實 真的沒有辦法 這張舊照片 有resolution 又不是很高 如果真的可以 有那個原稿就好了 但是 沒有辦法 那現在只可以這樣去估計 這個是Ella董卓 或者是丟臉 其中一個 那另一個真的 不知道去了哪裏 那 很希望 可以找到有關的資料 那在這裏 都說多一點 其實很可惜 就是不知道 是什麼時候 誰那麼壞呢 在那裏弄了個出風口 破壞了個浮雕 如果你看回 以前其實很美的 很完整的 那 怎知道現在 就是還有一個這麼多眼的位置 就是 可能大家如果有追開黃都的新聞 知道它是4月中的時候 它才拆那個廣告牌的嘛 那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 想著呢 一人拆廣告牌 也不會揭出來的 這件事 就是 現在沒得蓋了 發現原來 有個這麼奇怪的東西在這裏 出現了 真的很可惜 對於這個浮雕 好了 到了1959年 船工戲院 它就 隔壁那幅地 都被 一個 發展商去收購了 那就去做一個新的 大型的發展 一個綜合式的 一個compa 我們這樣去理解 那就叫做 當時還是叫做 船工戲院大廈的 因為這個報紙的廣告 其實是1957年 即是它還未蓋好的 是一個燈廣告的 的形式 那我們會看到 紅色的部分 都是各戲院的 本身 但是後面 綠色就會蓋一個 大概12層高的一個住宅 而下面藍色的部分 就會做一個商場 你想想 其實這樣的 戲院加住宅加商場 一個這樣的compa 就是好像現在 泰古城 Element 其實都是這樣的 但是當年來講 是一個比較新穎的 一個idea 你會幻想得到 其實 船工戲院大廈 其實都是 當時香港來講 一個比較 innovative的一個做法